大家好我是铁汉 现在呢跟大家分享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 细化功能的归类与整合 先来看一下内容简介 今天的内容就两个 一个是进程权限直观上的区别 这是对一些新手比较有用的 你如果说是一个产品老手 我觉得这一块可以略过 然后呢是细化功能的归纳与整合 这个为什么只有两个 这第二个这个大部分都是手动操作 就是我们上一集归纳出来那么多的细化功能 我们手工操作来讲解哪些 哪些功能应该放在内核 哪些功能应该放在应用层 功能应该放在哪个模块啊 然后应该放在哪个进程里头 这第二部分大部分是手动操作 让大家有一些直观上的感受 就是说架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进程权限直观上的区别 我为什么不按教科书上来讲 而是说直观上的区别 因为这样讲的话 大家有一些感性上的很直观的认知 如果讲的太教科书了 我觉得反而 就会讲的很复杂很乱 反而大家理解起来其实更加不容易 你知道吗 所以下面我就是按直观上的感受来给大家讲解 我觉得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 首先呢竞争权限 第一种竞争权限就是system权限 system权限它的体现形式大概是驱动啊 以及服务都是运行在这一个层级 他们的权限都是system的这个权限 就是系统权限最高权限就是系统权限了 我们知道驱动的空间 基本就是在system那个空间嘛 0号还是不是0号 反正不是4号就是8号进程上领空 就是驱动的真正的对应的进程空间 它的直观上的区别有这4个 首先呢第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无法显示用户进程界面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用system的权限去启动一个比如说notpy的这种程序 你会发现notpy的.ese已经运行了 但是那个既视本的界面不会显示出来 这是最直观上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这种 没办法显示出用户进程界面 在实现一些注册表高级操作的时候 仍然需要提权 这个提权指的是那个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那个注册表的还原操作 Ig Restore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提权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是应该是还是需要提权的 对是需要提权的 如果不提权的话 你那个restore就会不成功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临时文件夹是在Windows目录当中 如果是系统权限的话 那么TMP这文件夹 指向的是Windows目录下的那个TMP 不是那个用户个人文件夹下的那个TMP 还有一个就是与低权限的进程通讯 需要安全描述服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系统权限 比如你在服务里面起一个事件的话 那么你在管理员进程 或者说普通用户进程里头 你是看不见是没办法打开这个事件的 懂这意思吗 你得用一个安全描述服来处理 低权限的那种进程才能看得到 也才能打开 才能跟你进行通讯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就这四点 是我直观上的这种感受上的这种区别 我这样讲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 如果按教科书上那么来讲的话 就太复杂了你知道吧 还不如这么讲 我觉得大家就 这样理解起来就很简单了 刚才说的这个系统权限是最高权限嘛 系统权限的下一级权限就是管理员权限的 admin权限嘛 admin的权限就是说 比如你创建服务 你有个进程要创建服务的话 那肯定要admin权限嘛 这个都是admin权限的 反正需要弹UAC的这个操作的 都是需要admin权限就这么简单 或许admin权限就弹UAC 然后它的区别呢 admin权限的那个界面 没办法接收到拖拽这种消息 我们普通权限的话 我们经常看到你把桌面上的一个文件 拖到一个界面里头去 然后它就会界面就会显示这个文件的路径啊 或者对这个文件做一些操作嘛 这个如果说这个界面进程是admin权限的话 你这个拖进去 它是不会接收的 他收不到这种消息 admin权限的进程是有这个区别的 像比如西式的权限的才能执行的提权 在admin权限是没办法执行的 除非这个进程的那个权限是西式等 否则有些操作admin权限它就是没办法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注册表还原的那个 那个权限那只有西式权限才能操作了 你如果用admin权限 你去提权的话是会提权失败的 懂这个意思吗 有这个区别 大家如果要做这些操作的时候 要心里要有这个概念 来知道怎么去处理 然后它的临时文件夹 是在个个人用户的目录下 你的用户是优越的 你转你的优越的下面 application date 是吧 然后再往下一集 然后什么loman 再往下一集temp 都是在那个目录下 它跟系统权限不一样 系统权限是在Windows目录下 而不是在个人目录下 admin权限的操作 不会弹UAC 你如果有admin权限的话 你做admin权限的操作 它就不会再给你弹UAC了 admin权限如果要跟系统权限进行通讯的话 也得 系统权限对通讯的那个对象 需要设置描述 否则admin跟它是没办法通讯的 你看不到它 就是权限上的区别 那最低等级的权限 什么权限呢 就是普通用户权限 普通用户权限 这就很多了 比如说notepid等等 还有计算器这些 都运行的都其实都是普通的用户权限 然后它的特点是可以接收界面的拖拽消息 临时文件夹在各种用户目录下 它这个各种目录跟这个admin的权限是一样 就是临时文件夹都是在各种目录下 然后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多用户要设计admin权限的话 需要它会弹个UAC出来 这就是进程权限上最直观的这种区别 大家看了这个对权限就会有一个概念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 你如果做产品的话 这是基础知识 讲了以后下面的这些归类要发布才好讲 如果我不讲这个 有些人对这一块不了解的话 下面讲起来可能你就不好理解了 所以我才需要把这一块也得讲了 才好讲下面的内容 然后下面的内容就是 讲细化功能的归纳与整合 这个我们就得实际操作来讲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退出来进入可以操作的这种模式 这是上一节我们讲归纳出来的所有功能 然后我们要把它看一下哪些应该在驱动里头运行 哪些应该在用户层运行 我们先画一块一条线 我们先画一条线出来 做一个简单的归类吧 然后这条线 形状轮廓我们把它改成白色的 这样就很好看 不不就看得很清晰嘛 然后呢把它用成白色 上面的就当成驱动部分了 驱动层 下面就是应用层 然后我们开始先进行归类啊 这肯定是在应用层嘛 这肯定也是在应用层 这日子肯定也都是在应用层 哦对这还得讲一下 为什么驱动里头不会用日子呢 因为驱动里头我们调bug 一般是通过那个dump文件 迷你dump或者dump文件来调 买有人会往驱动里头写日子的 不是说不能写 而是很麻烦 为什么很麻烦 因为如果说往驱动里头要做日子的话 呃不是有个驱动 驱动不是有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如果level不够的话 就有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所以没有 所以不要在驱动里头写日子 如果实在要写的话 你需要在驱动里头 专门开一个县城出来 然后呢这个县城里头专门写日子 记录的日子要通过消息对立 跟这个县城进行通讯 县城把这个接收到的消息做成内容 往池盘里头写 是这么操作的 而不是直接运行到一个地方 create fail,light fail,close fail 没有这么操作 这么操作会出问题的 肯定会出问题的 大家记得一般来讲是不会在驱动里头写日子 如果实在要写日子 记得要重新开一个县城来写 通过消息传递的这种模式来写 不是那个简简单单的 像议应用程那样写日子 那是不行的 会崩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一个 这个黑铃铛的这个预警显示 这肯定也是在应用程的嘛 对吧 MBR保护肯定是在 议林的嘛 这一个读取 配置读取的 幼儿文件 这个读取肯定也是在应用程的嘛 然后加载运行 这个其实两个都有啊 这个 这个其实两个都有啊 但是 但我们先把它归到应用程嘛 加载运行的肯定是在 备份空间 备份配置的读取 肯定 这 这个 这个 我们有些是两方面都有啊 我们就复制一下 这一个 两方面其实都有 我们复制一下把它放到上面去 然后呢 这些肯定都是在应用程 这个还原点也都在应用程 这个 也在应用程 这个也在应用程 这个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这个也在应用程 这个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是在内核程 信息的读取 信息读取也是两方面都有 因为是内核要给出这个接口 应用层去读嘛 备份房源也是两方面都有 备份房源其实是在内核层 然后这个肯定是有的 这个肯定是在应用层的 卸载这一块肯定也是在应用层的 这个肯定是在应用层的 然后还有哪些 我看一下配置更改 配置的查询 就是内核层 这个保存和读取 肯定是在应用层的 然后呢 界面的 界面的话 跟界面相关的所有东西肯定也是在应用层的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进城户所 进城户所肯定也是应用层的嘛 触发 触发这个是内核层的 配置信息保护 两方面都有 两方面都有 没有配置信息 对 两方面都有 两方面都有 安装目录保护 这是内核层的 注册表保护也内核的 这个都是内核的 配置信息 通讯握手 驱动通讯 肯定是内核层的嘛 应用层通讯 肯定是应用层的嘛 通讯握手的话 通讯握手 这个两边其实都有 通讯加密 握手 与通讯加密 其实这两方面都有 嗯 这样大概就分出来 驱动层要有哪些功能 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漏的 实际操作空间开辟 这个也是内核层的 然后进城保护 这也是内核 没有问题 这可以看见 应用层的是比较多的啊 内核层是比较少的 我们 应用层既然比较多 应用层给它的空间 就应该大一点嘛 这样好隆大一下 暂时就这些了 对吧 这个两个层级就先分出来了 这个层级分出来了以后呢 首先呢肯定是 肯定有一些 是在那个 是在那个那个那个 有一些 肯定是通过那个 服务来走的嘛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服务呢 我们再来画画几条线 我们再来画画几条线 那么 因为你这边的还原操作是有一个要restort 就是要restort注册表的这种操作 这个操作只有服务进程才能有的嘛 所以呢你这边进程里面肯定有一个是服务类通讯 然后呢你的那个进程启动的时候就加载启动的时候进程 最早一个进程启动的时候你那个进程 也是有一个必须核心进程也必须得是服务的因为 如果不是服务而是就admin权限的话你就得把它加到那个什么注册表那个启动一下比如像run 当然不能那么low啦 所以呢我们这边肯定也得有一个那个 然后呢我们先分出来一个 比如说呢我们这边先分出来一个 服务就叫rwtse rwse 就是这个服务啦 对这个标记 然后有哪一些是 这边肯定还有一个是界面的嘛对吧 我们的界面名字好像是叫 界面的话我们就取名叫做是吧 rwterminator 这个是我们的界面进程 进程就分出来了嘛是不是 啊还有一个是 啊我的名颜色还一下颜色还一下 要不然跑区分 还色了吧 啊还有一个是 卸载工具 这肯定也有一个进程吗 卸载进程 对吧 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的rwservice这个服务进程的话 哪些会放在服务进程里头呢 卸载密码的话这肯定在这边这肯定也在这边 这肯定也在这边 日字的话可能三者都有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中间 各个日字的话肯定是各个都有嘛所以我们就先放在中间嘛对不对 肯定这三者这下面的这应用程里面都会有日字记录嘛 所以我就先把它放在这边吧 都有都放了 就是表示他们都放啊 日字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界面这些 这些界面肯定都放在这边了对吧 你也放在这边 见面和见面相关的肯定都放在这边 对吧 这也放在这边 然后驱动的话肯定是跟这个相关了肯定是通过服务来启动驱动 对吧 文宝的提示提示相关的肯定也是在界面里头嘛 应用程通讯的话应该放中间嘛 备份信息的显示肯定也在中间嘛 备份信息的读取 读取的话肯定是在这边他读取了以后然后通过应用通讯传递到界面这边 备份配置的更改 也是在这 配置读取反正配跟读取相关的应该都 都在这边然后 帮助文档肯定也在界面这边嘛对不对 进程互锁的话 呃应该是一个新的 配置信息保存 保存的话肯定也在 配置信息保存的肯定也在这边 也是在服务里头 安装权限 这一个 与360的兼容肯定也在这边 预警显 显示的话跟显示相关的肯定都在这边 保存读取 这边 这应该也这也是在放在服务里头 黑名单的保存读取也在服务里头 显示的话都在这边 通讯握手的话 在这边 加密的话 加密肯定一方面是 跟驱动的通讯要加密 然后这日子时间放这边吧 对然后 通讯加密的话 肯定要 这三个都有 这个通讯 然后呢 嗯 安装安装项就放在这边了 这个好像 足够放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移过来一点因为这个 服务这边放的东西会比较多 所以呢这个 还原的这些 显示的话 也是在这边 这边 对吧这样区分出来 还原点删除 威胁 信息的 锁定的话是在 内核里头 内核里面好锁嘛 啊 这个 也是在这里头 还原配置的修改 配置的显示也是在 反正跟显示相关的肯定都在这边 查询的话 这肯定都是 生成与存储 这应该都在这里齁 对 显示相关的话应该都在这里面 然后这边啊 那就看起来就 更清晰了 然后 这应该再放过来一点 然后 怕不够放 就是安装包了 然后这个进程复锁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画几条线出来 看啊 这个 这个呢叫什么呢 就叫RWT Dominator 安装包 点 再打吧 对吧 安装包 对不对 安装包 然后呢 这个户锁的话 我们把它 叫做什么呢 叫做RWT 我去 守护者的意思 RWT 我去没拼错吧 拼错你们不要笑我 大概就可以分成这么几个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细分 这个也是 这个 也是有通讯的 算就 就先放在这边嘛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双方也是要通讯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要通讯这之间是要通讯就是这个户锁 会跟这个Service进行通讯 然后先取个 我看点的 这个通讯握手 通讯 应用程通讯 这个 有没有通讯 我想想啊 有通讯有通讯 比较简单的通讯 放入底层 至于底层 对 这个要通讯 我放在最下面嘛 然后呢开始 进一步的区分那个 这一些 这跟还原 相关的话 我们把它 归类成一个 归类成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 然后归类成一个模块 这模块的名字呢就叫做 你这跟还原相关的是不是都可以归成一个模块嘛 画条线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名称呢我们再改一下 RWCLEAN RWCLEAN 对吧这都属于一个模块里面的 好名字换一下 这个点DEAL 这个是点ESE啊 这个是服务进程啊 这也是点ESE啊 这上面的这个都是点ESE 这也是点ESE 这是一个进程吗 点ESE 这也是点ESE 这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模块 驱动的启动 驱动的删除 这个360的 坚冻 可以分信息的读取 驱动的启动反正跟驱动通讯这块 这一块呢我们 做一个 转轮廓 转轮廓 然后呢 这也做一个 这个名称就叫做 跟驱动相关的嘛 然后我们给他举个名字 就是也是一个模块把它分装起来 RWT 叫做RWT 轻转轮廓ELS 轻轮廓 轻轮廓 Ist 对 这个全在当前 摆放一下 好看一点 配置信息的保护就记得了 这里头除了跟 这是其他杂项操作 杂项操作的分一类 配置信息保存的分一类 保存语读取 这个保存读读取的分一类 保存读读取的我们单独分一类 我们注明是吧 配置 配置加密 配置需加密 消耗一点 对吧 这是一类 然后这个就相当于Admin Service里面的 杂项内容啊 然后呢 就处理界面这一块 界面这一块的话 提示的话 归成一类嘛 对吧 我们先把提示归成一类 预警显示啊 提示啊 这些归成一类 然后显示的归一类 反正提示的话 这些肯定都要归成一类的嘛 对吧 帮助文章肯定 上面的嘛 显示的话 提示的话归一类 显示的话再归一类 好 备份信息的显示在归为内 信息的显示 各种启动的支持 这就归为雜向了 界面拖在支持 也是杂项 也是杂项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对吧 显示 然后是这个 这都是杂项嘛 杂项 杂项 这回也是杂项 对吧 看起来是不是就 就像样子多了 然后这个 这我们的界面跟服务是有这个一个通讯模块的 这通讯模块呢 我们把它 取个名字叫做 这是有一个模块的 这通讯模块是有一个名称的 然后把这也写进来 通讯模块的名称 好让大家 因为 这个通讯模块的名称叫做 3UI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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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l 白色的话 这样看起来就很清晰了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 Rain 3的 这边基本应用层这边都封完了 看见没有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那个驱动层的 驱动层的那个归类 通讯握手 驱动通讯 把这个换成 注册表保护 怎么归类呢 这个属于杂项 配置信息保护也在这里面 这个架架相关的归层一类 这个文件保护啊 还有这个右补陷阱啊 还有这个黑名单的这些机制 包括备份机制这些 其实跟SF相关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 都通通归层一类 威胁出发时的保护 其实跟有有SF的部分 也有这边的这些部分 想想还是觉得其实也是归路SF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再划一条线下来 SF对吧 业务相关 为什么是业务相关 我等等会解释 这其实都属于主动防御的内容嘛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 这里边就属于那个 主防内容相关的 主动防御 业务业务业务相关 这边其实属于主动防御 内容相关的 然后呢 在上面还有一层什么 哪一层呢 就是 这其实也是分离的 这里面是这样的 这属于模块的内容 这一层这个SF的业务相关跟主动防御相关都在那个rwkernel.says里头 上面是一个rwkernel.rwt.base 这为什么有一个rwkernel.says呢 这为什么有一个rwkernel.says呢 是这样的 因为rwkernel需要依赖rwt.base 为什么要这么依赖 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呢就是rwkernel.says会依赖rwbase rwkernel加载的时候 它会先把rwbase加载以后 它才会就相当于这是一个ese 依赖于这个dll 懂得意思吗 所以这个加载了以后 这个才会被加载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知道在Win8以后的系统 Win8到Win8以及Win10这以后的系统 你的驱动是没有办法直接删除的 对不对 那么也就没 也就意味着你的驱动是没办法动态更新的 对吧 如果是sfail的框架的话 你是没办法动态更新的 因为sfail的我们都知道 写过sfail的你都知道 就是说如果说 是那个sfail要实现动态卸载的话 那肯定会蓝屏 对吧 就蓝屏的概率太大了 你基本找不到一个sfail 能够非常稳定的卸载的这种 这种方法 那就也就意味着在Win8以及Win10的系统 你是没办法实现那种动态更新的嘛 然后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呢 我就专门想了另外一个 办法什么办法 就是rwbase这里头实现是sfail sfail的大框架 然后如果说sfail里面的历程 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那个历程 通过引用技术 然后他会去调用sfail的这个业务相关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导致的问题就是 因为这个大框架基本是不动的 所以他不需要被卸载也不会影响系统的任何性能 然后这大框架里面在引用到sfail的业务里头的话 他会做一个那个引用技术 做了这种引用技术的话 那么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rwbase.sfail就可以实现动态卸载了 因为你如果有引用技术 你就知道现在这个是没有人往这里头掉了 那么你这边卸载也就没有任何问题 系统的稳定性就不会出现蓝屏 这些七七八八的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做了一个分离 这其实是核心业务 上面这大框架 相当于千年不变的大框架 这就放在那边 然后这个admin kernel.sfail 因为它引用技术 所以它就可以实现动态卸载 可以实现动态卸载 也就可以实现动态的删除 对不对 那么它这样这么设计就解决掉了 比如说像Win8以及Win10的系统 这种驱动的实时更新的问题 就不需要 比如说你更新一个驱动就不需要重启了 通过这种这种设计 在就是最新的这两个 两个版本的系统 Win8和Win10 就可以实现就是核心业务的动态更新了 这个大框架反正千年不动 它永远都不会影响到那个系统性能 所以才这么设计与架构的嘛 然后通过现在这种归类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从一个细化的功能慢慢慢慢把它整合成 比如说把它区分到哪个层面 比如驱动层啊应用层啊 以及哪个进层里面 然后呢哪些功能应该归类到哪一个模块里头 这个组装这个过程 不要看现在这个大的框架非常乱 这个就是架构图的最初始的形态 我这个过程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从细化功能慢慢慢慢归类 让它形成架构图的最早的这种雏形 整体架构的最早的雏形 现在就出来了 本质上架构图是来这么玩的 是这么产生的架构图 架构图不是在那边随便乱画的 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我就向大家实际演示了这个架构图的雏形 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归类啊 怎么发疯啊 这些 然后呢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会讲解架构图的最终版本 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把这里面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核心流程 再给大家讲清楚 因为你如果要往下面看的话 关键核心流程如果讲不清楚的话 你对整个程序的理解啊 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偏差 所以这些重要的核心流程也得 比如说启动流程啊 威胁触发以后所走的流程 这些关键的流程还是得给大家说清楚 因为这都属于架构设计这一部分 所以我单独把这一块出来 作为一个章节给大家讲解 然后本节呢 那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